欢迎收看老炮天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阵容牛逼哄哄 但是票房不眨地的电影 罗曼蒂克 萧王史 这部电影有很多条虚实线 深深浅浅的交替在一起 时间线也有点乱 所以我大概梳理了一下 捐取其中一条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部电影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陆先生是刺刹上海滩的黑方大佬 原型呢 其实就是曾经上海三大哼之一的杜月生 陆先生虽然表面上沉稳和蔼 但实际上却是个心狠手辣 确实滴水不漏的人 小六是个电影明星 也是陆先生结拜大哥的妻子 但小六为人放荡 不仅跟舞蹈老师眉来眼去 就连合作对手系的小白脸也不放过 为了止住闲言碎语 大哥拜托陆先生 差人将小六和小白脸一同送走 陆先生将这件事交给了自己的妹夫 日本间谍杜布 说起杜布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他在上海开称管多年 跟陆先生的妹妹育有两次 为了掩盖身份 他经常刻意划清自己跟日本的界限 杜布在双人的半路建设兴起 举强打死了司机和小白脸 并抢上了小六 小六呢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当他第二天拿到杜布遗落的枪时 并没有选择杀死杜布 反而是住进了杜布的地下室 过上了性奴的生活 每天重复着吃饭开车 吃饭开车 就这样 他心中的激情 逐渐走向了消亡 这天 日君找到了陆先生 希望能与他合作 开车东亚共荣银行 这不是卖国贼的行为吗 陆先生虽然手段黑 但心可不黑 他委婉地拒绝了合作 但帮派的二爷 却对此事很感兴趣 甚至不惜勾结日君 杀光了陆先生全家 好在杜布 为了救自己的两个儿子 与搭档合演了一出戏 救了陆先生一命 也顺便以假死的方式 脱离这个身份 陆先生不明真相 以为杜布是个好身份 还为了保护自己而死 愧疚之下 便把杜布藏起的两个儿子 当成亲生儿子养了起来 但我觉得 凭着陆先生的智商 直破杜布的轨迹 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发生这些事 陆先生知道自己在上海 是待不下去了 在大哥的护送下 陆先生离开了上海 临走前 他吩咐了自己的情妇 和大哥的手下 合作杀死了二爷 也算是清理了门户 另一边 杜布结束了任务 也将离开上海 临走前 他本想将小六掐死 但最后一刻 还是没能下得了手 只好将他送往日军的集中营 做了未安抚 抗战胜利后 陆先生找到了他 而此时的杜布 由于日本战败 正在战俘营里服役 陆先生带着小六 和他两个儿子 找到了他 没想到 他不仅毫无悔改之意 还填补之耻 夸夸其谈 这可明显 是小看陆先生了 我养大了你的儿子 这不假 可这并不是因为 他俩是我外甥 我养大他们 这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在你面前 将他们一一杀死 你不出来可以 那我就先杀一个 杜布崩溃了 为了保住 自己最后的血脉 他签字离开了战俘营 经历了这么多事 小六终于开响了手上的枪 结束了杜布的性命 而陆先生 也彻底放下了 他过往的一切 所有的权势 名望 荣誉 都在这一低头 一抬手之间 烟消云散了 所谓罗曼蒂克消亡史 指的不仅仅是 个人内心 或者地位的消亡 共生一成 还可以上升到 一个时代 一个国家的消亡 以上就是这期老泡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泡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